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任理事国之一 顾雷军的一生 是爱国者的一生 在顾雷军陈列时开幕活动后 一场特别策划的顾雷军纪念音乐会 在嘉定宝丽大剧院畅想 音乐会由胡选划导取 用多媒体的手段 讲故事的方式 换联不同时期 不同国家的音乐 著名女高音黄英 南中英黄云鹏 小提琴家黄蒙拉 钢琴家牛牛和作曲家龚天鹏 带来了精彩分成的音乐表演 音乐会以字数的形式切入 用顾雷军的传记和日记 讲述他的一生 服以影像和音乐将他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为伪到来 除了厚重的纪念意义 这场音乐会的艺术质量也不容小觑 无论是中国艺术歌曲的选择 还是西方古典音乐的进入 都恰到好处地传达了顾雷军人生 某个特定时期的经历和心境 以天津又运伙伴同声和唱团 充满同志的三字经拉开序幕 音乐会分为少年时期 美国求学 巴黎合会 欧洲支援抗战 联合国时期和落叶归根的幸福人生 共六个篇章 音乐会上黄英动人的悲歌 黄云鹏大气的大江东旭 黄蒙拉鸣快的幽默曲 展现出不同的情质 而青年作曲家 钢琴家龚天鹏 特别为纪念顾维军创作的至新世界 更是融合了并多份第小调第九交响曲 和肖斯塔科维奇 联合国进行曲 第小调第五交响曲 配以德国诗人喜乐的欢乐作 和张自中将军的诗词《满江红》 由黄英 王云鹏 黄蒙拉和龚天鹏携手演出 及其壮丽多姿音乐会导演胡雪话说 这场音乐会希望通过以音乐的方式来讲述他的故事 也表达我们的致敬 说实话 现在很多人对顾维军的故事了解的并不多 那我们怎么通过一台音乐会让更多人对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首先需要叙事 我们从他的传记里选择了一些章节 文字 然后我们用了一些影像去传达一些时代感 最重要的 我们选择了中西合璧 具有时代特色的曲目 去表达他的胸怀和情感 我们突出想表达的一点是 顾雷军先生的爱活 爱家 而是 notified 这个久点点的 在我现在总买的 然后我们下期间